如果问你,哪里最不可能有假钱,你肯定会说是银行,但家在山东济南的王先生就不这么认为了。 他就从ATM机里面取出了600元假钞,银行方面却怎样也不肯承认。王先生在山东济南的一家邮政银行里取了600元钱,其中500给母亲,100给女儿。 第二天,母亲拿钱买菜时,菜办说钱有缺缴据收,母亲将这张100还给王先生后,王先生拿到招行兑换时被没收,开具的证明是假币。 王先生感到很困惑,赶紧拿钱去验钞机验证,发现剩下五张都是假的,其中两张的冠字号还是一样的。 王先生赶紧找邮政银行工作人员解释,某名工作人员一开始认真解释了他们将钱放入ATM机的过程,表明经过两三个工作人员,两三次检查,正常的话,是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。 银行人员正在解释时,被另一同事旋风搬拉走了,原因是原名不明前不予以采访,记者联系营业厅负责人也表明不在。 对此,网友们议论纷纷,Ad哈哈哥,银行是弱势群体,你再说取到价钱,他们就报警抓你了Ad社会我华哥,在我们为方收光的农村商业银行,我从自动取款机取两万块钱,居然里面有两张二十的。 我立即找银行经理,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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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